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是千黄98C的高手解决 来自一批八神运二批装甲车 那八神运首发依然是选择大门五郎 装甲车首发还是万年不变的七甲车 也是他的一个主力了 大门五郎作为八神运的一个被选主力 现在已经练的还是炉火纯青 看没有扔到板边 不让回转带他取消车云头 那因为这个个子高腿长的原因呢 其他社如果打空战要比大门五郎有占一点优势 又是个头上服 后续人取消 再接清白板 板边加低 跑抓直接地狱击了头 这一波操作之后又打一套死骂 没毛病 太强了 我刚刚前面说过了 大门五郎是作为八十月的第二主力 相当的强劲 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他的一个个人表演 雷亚特的雷亚娜上来了 对他这个中阶 雷亚娜在这个版本里面 被航母毕竟现在已经开发到非常恐怖的一个经验 他的超杀伤害是让人意想绝对是啊 过目难忘 下兵直接 木牙下衣直接确认了 为自己斩 大家看一下这个伤害 我的妈呀 太高了 伤害雷亚娜防疫力比较低 但是他的伤害 非一般的高啊 他不用暴气的伤害 就比一般人暴气的超杀伤害还要高 接下来面对的是韩国大猪 联打一个近身中段 摔回去 跑过去 下队 再逃 再摔回来 也难为他这么娇小的一个身材 能把这么六百多斤大胖子 轻松的摔来摔去 我们可以想见他这个臂力有多么多么的强啊 还是要想办法超过去 超龙鸡一个 再次被发射终于是抓到的一个破绽 超龙鸡超龙鸡 哇 取消超杀 铁色的老五 没有直接推倒 六百多斤压在身上 什么感觉 我们来采访一下吧 接下来面对的是最后一个人了 抓到车的巴神 铁球大人机是可以反波的啊 这个也是98C的一个改版的一个亮点 98C当中有很多人的招式可以反对方的飞灯道具的 巴神想打一个百合蛇 可惜大猪 是巴神越 他已经非常了解巴神越的套路 哎 刚刚是直接打暗波手直接打了一个确认 还是处于硬质当中直接卡了一个近身的一个3C啊 接下来又是两个巴神的局 这是最强的巴神 朋友们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是装下车的时间 天上阶 而且是麦克特版的 哇 再来一个 两个天上阶 我们看到是伤害 再接中射龙 我的名啊 太高了 谢谢大家收看 朋友们喜欢98C的玩家 观众黄龙哥游戏就说 那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